我說不要在這次的槍擊案事件 建樹再做打轉 我覺得槍擊案的數字 是陳其邁市長特別自己講的 他說今年只有三起槍擊案 是六度最低 所以我覺得請林局長回去跟陳市長講 不要再糾結數字了 我想我們從下來高雄之後 就不斷跟議員還有自己在請走這麼多的基層 當然對高雄非常的有感 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的證件發表只有五分鐘 這麼多的訊息 有這麼多的證件想要跟大家來陳述 五分鐘時間怎麼把它濃縮 讓大家都理解 我想這是最大的挑戰 對於到台積電到高雄要設廠 然後但還是有點不一定 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都非常歡迎台積電 還有任何高科技的產業 到我們高雄來設廠 不過這種國際級的公司 他們都對於產業的趨勢發展 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規劃 常常會隨著時局的變動 然後產量的增減 都有他們一些彈性上的調整 我覺得我們就用平常的心 來尊重這些國際大廠的一個決定 倒是在選舉前 不必要做這種大內宣 然後透過這個國際大廠 然後他們的要或是不要 或是延緩 來做一個選舉語言上面的一些操作 我們歡迎台積電 再去尊重他們所有的一個決定 你說你說證件是不是 OK證件當然是 我們當然會請延續的告訴大家 如何能夠讓產業進得來 教育好起來空氣好起來 還有讓我們的年輕人低薪能夠高起來 我想這些都是在證件當中 大家會希望能夠聽到各市長獲選人 提出解方的 好 那五年吧 還有一件事謝謝大家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我們往這邊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